你是一个可以容易说服别人的人吗? 还是你是一个容易被人说服的人呢? 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只有一个 就是在于你是否具备谈判能力 大致公司收购,小制市场买菜 谈判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跟人合作需要谈判 拿下客户需要谈判 甚至是教育孩子都会需要我们懂得谈判 而只要是谈到钱的事情 我们都会需要有一定的溢价能力 否则的话就容易在某些事情上吃亏 尤其是面对高单价的东西 比如买房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溢价能力 如果你不懂得一些谈判技巧 那你就会很容易踩到雷 买到贵的房子 一个谈判能力弱的人 有可能每天都活在焦虑中 做什么都不如意 而一个谈判能力好的人 能很顺利的实现自己的目标 能让身边所有的事情 都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 就像买房一样 如果你懂得溢价的话 那在买下的那一刻 其实就已经赚到了 而在今天的影片里 我将会分享最有效的谈判技巧 让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拥有个人溢价的能力 就算你没有谈判基础 也能轻而易举的说服别人 用最低的价格换取你想要的事物 大家好,我是Will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 欢迎你先订阅我们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每个礼拜都会免费分享富人权利的资讯 让你用10分钟就能快速吸收财商思维 学会富人的行为模式 就算你在忙 也能跟上有钱人的脚步 确保你不会落后于别人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叫做五分钟三学院 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三人老王在逛街的时候 看中了18世纪的古董 从来看见的第一眼就特别喜欢 但是这个价格非常的贵 老王想要砍价 希望能买到越便宜越好 而店家恰恰相反 他当然是希望能卖得越贵越好 双方讨价还价了一阵子 依然没有成交 这个时候店家突然指着指旁边的其他古董 他告诉老王那个更贵 看老王忧郁了一下 他又继续说 诶古董是投资品啊 以后只会越来越值钱 他不像汽车这种消费品 一到手价格就马上掉了一大半 所以相比之下 还是投资古董划算多了 而老王听了以后 感觉也好像很有道理 于是就付钱买下那个古董了 以上的场景 你是否也觉得事成相似呢 是否也感觉自己很多时候 也是这样冲动买单的呢 其实啊 这些都只是店家 把自己的商品销售出去的套路 这就像店家把这件古董 跟旁边那件古董拿来做对比 瞬间就会让老王感觉自己占了便宜 这是店家在运用价格锚点 拉低了老王心理的防线 再加上那具古董是投资品 以后只会涨价 直接让老王从消费心理 调整到投资心理 感觉能买到就已经是非常划算了 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 在召集会议的时候 先让参加会议的人自由选择座位 等会议进行到一半 然后请他们到室外休息 好了再进入室内就做 就这样重复五六次之后 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参加会议的人 都选择了他们第一次坐过的座位 大家都被自己心里的锚点 定在了那个位置上 而这叫做定位调整偏见 人一旦锚定了以后 后面的各种讨论 各种决策都会很容易的被影响 这跟上面老王被卖古董的故事是一样的 在店家锚定了老王以后 老王就会不自觉的被影响 本来还在考虑的心理 直接变成冲动买单的心理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作为买家的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定位了 法国著名作家 Alexandra Dumas 就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 他也看中一个古董 同样也卖的很贵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先找了两个朋友到那个古董店里逛一逛 假装要买古董 第一个进去的朋友开了一个很荒谬的低价 卖家直接生气的拒绝了 然后过了不久 第二个朋友也进去店里 开了一个差不多的低价 当然啦 店家依然还是不乐意 但语气听起来并没有那么生气了 好像有了一点商量的余地 他说 这也太低了 你再开高一点吧 这个时候店家的心理价格 其实已经从高位被强行拉到了低位 又过了不久 作家出现 他在第二个朋友的价格上稍微加了一点钱 就顺利从店家手中买下了古董 这种把价格拉到对方的底线 然后在这个底线周围拉锯 通过定位效应获得的谈判结果 就叫做定位调整偏见 而对方只能在你给的定位附近徘徊 很难去调整定位本身 那么重点来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有效运用定位调整偏见呢 其实很简单啦 只要根据这三个原则 你也能像那位法国作家Dumas一样 用很低的价格 去换取你想要的 属于你自己的股东 而这个过程中 你不需要叫上同伙 帮你探路 你自己一个人也能做到 首先 第一个原则是 先开价 很多人在做生意 或是在买卖的时候 都很喜欢问对方 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都很喜欢让对方先开价 为的是期待对方能开出 高过自己预期的价格 这样自己就占了便宜 比如自己底线是50万 那么会希望对方能开个100万 心里想 万一我赚了呢 可实际上 这样的事情几乎不会发生啦 当你把定价权拱手相让给对方 就等于给对方使用定位调整偏见的机会 它很大几率会报20万或是30万 这个时候你就很难把定位调整回来了 所以 如果你想要用理想中的价格 尽可能的拿下 就一定要掌握出价权 记得 谁先开价 谁就是赢家 第二 越极端越好 上面的法国作家 用的是极端报价策略 他先把谈判 锚定在低价附近 相反 店家也是一样 那件古董高安的价格 就是一个锚 报价越极端 对你自己就越有利 如果你是买家 你可以最大程度的杀价 用最低的价格换取商品 而如果你是卖家 极端报价可以让你给出折扣 或者优惠 给顾客创造一种 自己已经杀价成功的成就感 第三 留还价余地 虽然说越极端越好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尽量不要漫天开价 不然的话会让人感觉毫无诚意 是来捣乱的 最后就导致生意没了 所以在开价之前就要暗示对方 这个价格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 如果你不满意 还可以跟我还价 这样的话 即使对方觉得你开的价格很离谱 但同时也会在他心中锚定 影响他后面做的决策 定位调整偏见 主要是先给对方抛下一个毛 让他徘徊在这个毛的周围 这就好像一艘船一样 一旦毛被抛下海 船就不会偏离定点太远 而在生活中 我们很常都会看见毛定的踪影 比如两个人初次见面 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毛 这个毛点很有趣啊 因为第一印象 这个毛会影响对方后面对你的评价和定位 他之后喜不喜欢你 都会长期被这个毛点锁定 而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你想要你的老公给你买包包 但是你喜欢的包有点贵啊 售价一万块钱 你不确定你老公是不是会买给你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毛定的方法 先带他去陪你看五万块钱的包包 先拉高他的心理预期 然后再看一万块钱的包包 老公经过了一番心理挣扎 现在眼下就有一个便宜 肯定会马上结账走人 而事情的最后有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你买到了自己想要的礼物 而你老公觉得省了四万块钱 太好了 苹果的创办人Steve Jobs就曾经说过 我们的顾客不是要占便宜 而是要有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 换句话说啊 经商的朋友只要能够巧妙利用定位调整偏见 就能够事半功倍 比如说你去买咖啡吧 咖啡厅提供了大杯中杯小杯三个选择 大杯卖八十块钱 中杯卖五十 小杯卖四十 这个时候你会买哪一个呢 你肯定会选择中杯吧 为什么 因为你感觉自己占了便宜 大杯价差太大了 而你只要多付出一点钱 就能买到中杯的饮料 感觉太划算了 但其实你不知道 店家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卖你大杯的饮料 会有大杯这个选择 只是为了矛定你的心理 拉高你的心理价格 而对店家来说 中杯的利润实际上才是最多的 消费者不会因为冲动花钱而心痛 反而会因为占到便宜而感到开心 这就是最核心的原因 不管是在餐厂上 还是在生活上 定位调整偏见是最适用 最有效 也是最容易影响对方决策的谈判技巧 通过先入为主的定位效应 把价格直接定位在对方的底线附近 然后不断拉锯 不断影响对方 直到对方点头成交 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 比如二手市场 利用定位调整偏见的技巧 就可以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啊 作为消费者 在我们买东西砍价的时候 尽量争取出价权 先开出一个低价 在对方的心里抛出一个毛 最后就能在你的理想价格区间成交了 但要注意啊 这个低价不能太离谱 并且还要留给对方一些讨价还价的空间 这就是定位调整偏见 那么你认为这个谈判技巧 还可以运用在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带给你一点价值的话 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 把这价值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 如果你喜欢创业赚钱和财商思维的内容 也欢迎你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因为我们创建这个频道的目的 就是为了帮助在看这个影片的你 打开格局 打破贫穷思维的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Will 富人俱乐部 我们下个礼拜见